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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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的功率也很简单 只要在这个面部的 home 里面就加上这样的 dependency就可以了 左边的这个的话是包含了右边的内容 同时它也加了一个对这个 罗米修斯的一个转发 右边的话就是一个内容 下面就是 micrometer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们是直接结合了点子里的代码 去做这个概念介绍 第一个概念就是registry 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 它是一个抽象的 micrometer meter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接口 在对应具体的外部的持续存储的时候 它需要有不同样的形式 所以说对于每一种 每一种外部的存储 持续存储 都有一个对应的registry的实现类 有三个在micrometer里面是比较常用的 第一个是single meter registry 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想好你的指标 然后最后要导到什么样的外部的系统里面去 你还没想好它的形式是什么样子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先用它的single meter registry 它会在内存里可以hold一下 然后你在这个single food 的activator endpoint 的metrics这边是可以看到你的 打的这些指标的 但是它还没有被转换成对应的 比如普通米修斯能够接受的格式 就是一种 第二种的话是compose meter registry 这种的话它就是一个 就如它的名字一样 它是一个复合 就在这种registry中 你可以加入其他的各种不同的registry 比如说你要同时对接 如果我们使用single的同时对接 InfluxDB 你都可以sell到这个里面 这个时候不同的指标采集系统 都能采集上一个指标 然后第三个是metrics里面自带的 就叫做global registry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为了给我们开箱使用的 就是说你不需要去 这个再去做一些适配 你直接用这个往里面塞到它 其实也是一种compose registry 然后它底下是有着 这个格罗米修斯的registry 所以说你一旦配了 它的dependency 你一旦在申请自己的meter 加到这个global registry 你在这个格罗米修斯的 在这个point里面就能采取到 已经会转化成 装米修斯的格式的这些指标 可以看一下这两个代码 第一段代码就是说 我生成了一个counter 我把counter加了一 但其实它是不生效 它没有给它加到registry 它一定要加到registry里面 对它均停一些 才会生效 这个就是 那边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点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meter的类型 这个meter有很多常见的类型 第一个就是timer 这个是dobin里面去采集这个process incidence 就是它的这个更多的定义转换为process incidence 的时间的一个timer 它其实也是很直观 它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度量 第二个是counter counter的话也是比较直观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技术器 比如说我task失败一次 我会给大家加入task成功一次 给大家加入通过一些web的技术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 能够分析出你的这个一些想要的一些技术指教的一些结果 第三个是gauge gauge这个东西翻译中文 它就不太好翻译了 它是用来测量顺势值的 就举个例子来说你在高速上开车 你的车的时候肯定是在变的 但是它很关心的就是它在某一个时刻的一定是 就好比说这个东西叫做execute thread gauge 就是用来看这个worker上面正在活跃的限定数量 它可能是一个设施 就是我们通过gauge去 distributed server 这个东西的话 就等于说是一个数据的分析 顶上几种都是比较常见的meter类型 大家在DS的代码里 在meter的买点地方 也都能看到这些代码 然后上面其实那些代码的例子里面 也给大家展示了这几种meter 怎么样去舒适化它 当然micrometer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就比如说使用annotation的形式 我们可以打一个这样的annotation content 它就会把这个东西 比如说自动帮你把counter给建好了 如果是time 就会把一个paste document给建好 用起来也是非常的方便 naming convention 但是这个是关于指标的命名的规范 就是我们在这个doping 其实在三点一点里面 就已经有指标这个东西了 但在里面的这个命名不是特别的规范 在三点一点里面 根据它推荐 官方推荐的方式 对命名的重新进行了规范 它现在的命名规则 无关是meter本身的名字还是type 都是单词小写点号风格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其实刚才也说了 我们之所以选择micrometer 是因为它抽象做得很好 我们不需要去考虑 之后怎么样去对接各个 不同的外部的持续层组 在不同的外部持续层组 在采集这些meter的行为 它们都是有一些自称的命名规范 如果你能够按照这个 这个metromedia的naming convention去做 那它在最后在谈判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的进行 所以会非常方便 去做了一个对外的结果 当然如果你要去对接一些 不常见的那些指标的采集系统 可能它本身库里面 没有这样的例子 这个时候你要自己去实现 这个naming convention的接口 其实你看一下它的代表 它就是说你要去写一段 那Maptor 这样把这个单词小写 简直的建筑风格去转换成 你要的这个命名和形式 它是刚刚这样的一个事情 Tag it Tag it 就是你的这些metrics 打到系统里面 你都有很多tags 你可以通过这些tags 去对这些metrics 进行筛据的工具 然后这个countertags 就是说给你的所有系统里面 所有的metrics 都打仗 默认的一些tags 比如说有些系统里面 它需要给它打个region 比如说我在多个region里面 都公属了这套系统 然后我要分辨出我的这个指标 都有采集 完之后我得去删除 我得去看一个region的情况 是怎么样 所以就要有comontags 这种东西 你可以通过comontags 可以直接在配置的 manage 里面去打算 公共的这些 setup 这个的话 doping schedule 考虑到开箱使用 所以给大家提到这种 out of works 配置 就是说 在这个路径下面 有这个 我们的doping compose metrics相关的内容 你又可以起个standup 或doping schedule 这个时候 在你的Rawcana 就会有我们预先定 这种的deskboard 大家有那一群 对你自己的业务成立 做一些二谈 第二部分的话 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别人的一些 manage 应该会设计到一个 文静的价格 当然这个会是一代的 然后我们组件 接下来的分类 以及两个常见的观测场景 特别是master一场 Walker一场 以及一个 有趣的生产问题 这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因为在p-tub上 讨论了很久 而且还找到了 micrometer社区 去找当时开发micrometer 去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 一起回答 这个是ds的一个架构图 当然是一个 无法的一个简单架构图 反正ds就是这些 主件大家应该比较清楚 alware server API server master Walker 如果是用resource center 去做一些 把一些对象存储在 云上的所有存储在一些云 它需要不对一些 云上商的 host and storage 另外这边的话 是zcap 还有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 去做这个 无发现 以及它的本身的一个 data base 去成 dns的原数据 然后在API server 里面我们会对 这个request的一些情况 是否成功去做一些ID 然后对API server 和resource center的交路 比如说上传和下载的一些 资源去做一些ID 我在master里面 我会对任务的情况 master的一个 业务状态都做了ID 所以Walker的话 就是说对Walker本身的这个系统 以及对Walker里面的task 也去做了管理 而在server里面 就相当会比较简单 就是说对这个 开定的设计数量 和Elet 发送的情况 做了一些管理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的tometer 还有Screenpool 会有一些JVM层面 以及这个 数据库链接层面的一些 默认的一些Mensure Mensure是整体分类 这是一个链接大家点到 点进去就是 Doping官网里的人大 就是我们点了一个七星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 这些Metrics的Tromer 还有Metrics的名称 然后 具体的分类的话 是分为这几大块 主要就是三大块 第一大块是业务相关的 一个 以使用漏病的人 他本身 只会在乎自己的工作人 和任务的情况 所以我们把这两块 单独拿出来做了分类 然后底下的话 是为SRE准备的 就是整个系统的运务人员 他可能会 为Master Worker API Server 或者Server 这个系统 会比较在乎 这样直到它是否结胖 所以我们把这块 拿出来单独做了分类 而最后的话 就是一些default 就是框架本身 做了一些分类 Master一场 其实一个很常见的场景 一个是Master过程 Master过程的话 其实从MastOverloadCount MastCPUUsage MastMemory 做了上一部分的问题 而Master Overload 它这个指标 就是MastCPUUsage Memory Usage 它做了一个整合 按一定的这个 计划 具体的这个 这个可能 根据大家的系统 根据这个业务上 可以把这些overload 的一些参数据 调一下 这是Master过程 另外的话 Master在过程的情况下 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调度比较迟高 那这样下面 就有个metrics 叫做DS Workflow Schedule Delay 因为你定时去调度 一个工作流 它肯定有一个 预期它触发的时间 但是它实际 真的被调度起来 也是一个时间 通过这个Delay 参数 你可以看出来 这个工作流 现在就是Remaster 是否很容易 撞开是否正常 你的预期的工作流 是否准时的给你调 第二个的话 是有一个叫做 Workflow C'mon Past Time 因为Lowbin它整个架构 其实是一个微服务的形式 你用户在和这个系统交互的时候 都是在这个 运动点点里 或者叫VPI 就是说VPI server 会往它的这个 database 里面去查 command 然后这些 command Master 会从DB里去乌览 去parse它 在parse的这个过程中 这个指标 就进入了它这个 整理的QPars的时间 然后最后一个是 工作流实力的错 就是DS它本身是 去中心化的 和Master之间 有多有挂 都会发生 工夫的实力的错 这本身是它的一个功能 但在生产上 发生工作流实力的错 其实不是 我们是预期的一个场景 预期的场景 就是永远没有工作流 大家都搜索好的 如果发生工夫的流错 大倍率就是有Master化的 对 然后对于这种情况 有这样的指标去做监控 大家就可以看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当然如果在一些 特殊的环境下 你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稳定 Master确实可能会有挂 然后就会产生这样的造景 大家可以通过一些 手段 比如说设置造景的间隔 然后设置一些fresh hold 把一些造声给过滤掉 下面就是Walker立场的几个情况 Walker立场的话 第一个情况就是 和Master发生锻炼 和Master发生锻炼 Master是会往Walker上 去dispatch task 如果发生锻炼的话 你会发现 dispatch它是会飙升 因为它在dispatch的失败之后 它会反复的重复 去dispatch 所以就会飙升 但是这个 直到出现异常 它不一定会代表着 你的Master和Walker 去断续它 也有可能的其他起床 让人看 就比如说你的Walker上 设置了壁滑度 你的Walker的壁滑度 已经到了长线了 这个时候 Master它的负载均衡机制 去slap的时候 发现没有正常的Walker 这个时候也会发生dispatch 但这个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第二种的话 就是说负载过高 负载过高的话 和Master一样 它也是有这样层次的 一个是CPU Usage 一个是Memory Usage 其实Memory Usage 会比较critical一点 如果你的Memory Usage 是达到schriftcode的 Walker就可能要挂了 所以这个要引起重视 然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就是Active Execute Thread 这个参数其实很精准的 也就是Walker上的正在跑的那些作业 的构筑 底下的这个Execute Sight 也是它Walker上的那个 提交作业的这个Execute Port 它的一个Q的大小 如果这个上的东西发生 这个东西它不设立它 就说没有数据被塞到Q里面 就是说你的Walker上 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 然后再接下来 就是任务附带资源的一层 其实刚才 夏宁卫这个演讲学员 在讲的时候 也会讲就是 DS很多任务 它是有些附带资源 这些资源是存在资源中心里面的 那在执行DS 在执行这些资源的时候 它首先要会把这些资源 这些资源都可以 拉下Walker上 然后再一起提交 那这样的话 如果你的资源程度 在云露上 是要对它的流量 对它的状态 是要做一些监控的 所以这个指标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Source Download相关的一些 情况来发言出来 如果在同一段时间里 你的这个指标 比如说DownloadDuration 你一般平时 比如说加起来一段时间里 也只有30分钟 或者5分钟 就Download完了 但是你虽然变成一个小时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要么你在网络 网络的概念办法有问题 要么也就有可能 就是说用户网里面 就放了非常大的重点 这是很多时代的重点 这个是Worker 一场的几个常见的一个情况 然后底下的话 就是有一些 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个我自己在做这个开始的时候 遇到的 然后相信过 大家用一定会遇到的 第一个就是Penning tasks 或Running tasks的数量 有的人在用这两个指标 然后发现这两个指标 很奇怪 就是Worker上的这两个指标 一直是非常高的 但是真正在执行的任务 其实没那么多 为什么这两个标 看上去这么高 其实是之前 3.0版本里面有Map 就是当时是用Tenning tasks 去把Worper上所有的Tas都塞进去 本来Tas都已经能够塞进去 然后通过来算这个Map的Size 来看AnyTasks RunningTasks 那结果代码 代码我想是有点问题的 就是说所有的任务 一旦被Dispatch到的 这个Worker上 从Dispatch开始到 它就会被完全的提交掉 这个整个过程中 都会被塞到Map 所以这个数据是多的 如果要看这个准备的数据的话 可以做ExcuseThread 和QSize这两个地方 就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XXXGate一直胜利 就是Gate 是我们说的一个 这个 一个顺势值的一个图类 就是说 有的人会发现 这个DsWorker ActiveExcuseThread 一直胜利 就明明我在一段时间里 Worker上 也是有任务的使用 但为什么我会过头来看 这个系统里的 踩得到了这个情况 但其实和它的采样 采样的这个 采样的这个 设计吧 它肯定是隔一段时间的采样 它不反正在连续的时间点 都在你五天的一次采样 它反正是隔一分钟 或者隔一秒钟 或者隔一秒钟 或者隔十秒 或者去采一次的 所以说 如果它在采平的那一刹那 你的这个Worker上 作业 也提交掉了 或者没有太提交 那它就是 对 所以是 你当你看回过头来看 你的这个Ds是里面的 但是不一定 它实际上就是 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因为我们是为了 就是说 如果只要来发现 防止一些问题 如果你的这个Worker上 拥挤度很高了 你在同一段时间内 你一直有作业在提交 那这个是 肯定在一段 连续的时间里头 不是你 那它已经会 在我讲 它从事不是整住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比如说 Worker上 我们去看这个 一段时间里 一段时间里的Comp 去做Ukris的这个解法 我发现 我这段时间里 增加了tas数 这个小数 比如说 这段时间里加了3.2个tas 这是什么 其实是 也是跟它的计算过程有关系 它本身采样是在一段时间里 一段时间里做的采样 它计算的时候 也用你的时间的一个区间 所以它在计算的时候 会做一些数据处理 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对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Worker都被打挂了 就是什么4QComp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 在3.0这个版本里面 有的时候 做一些压策的时候 Worker的负载特别方式 经常挂 但回过头来看 这个4QComp的这个指标 它一直声明 就是说 这个Q常来没满足 其实在DS的Worker里面 它用了一个比例Q层 去做这件事 然后 它这个主要当时是怎么采叠的呢 就是往里面抄出去 抄出去 抄出去如果抄不进去 不加一 就是觉得Q是什么 其实不是 其实我们看了 这个主要Q的几层的原码 它在发现自己码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批准机制 所以你要通过 一次它失败来判断 它是不是 就是永远不可能 因为它永远不可能 所以这个也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后续都在 这个开源的 Devbrunch上面去 需要 如果大家还自己在实用的时候 发现有问题的话 可以去 带了QRs上面去Cherrypink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开枪使用的一个QR放大加斯坡 它里面其实是很fancy 大家如果在官网上 看过Metriks的诊验 就知道 这个就是一个具体点进去的一个状态 就是 这个是 有点有趣的问题 有点有趣的问题 这个是我在Github的issue上 就有人给我提过 当时 我们当时一起在做Metriks 这块 包括有控制者跟我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它打泰泰 就是它的工作流 它的这个业务场景 可能比较敏感 比如说在金融流产的下面 它有很多的工作流在跑 但是只有控制的工作流 或者只有特定的工作流 这几个工作流是它感兴趣 所以这几个工作流出了问题 它就要赔钱了 所以它要我们把这个Tab 给达到这个 WalkflowDefinationID的这个例子上 这样的话 它在做筛逐 就是它在做一些高级桌子 可以针对具体的工作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一般的这个Meter 都是在你这个 从起来之前 就已经把它定义好了 那我们是不知道 这个用户什么时候 会创建新的 WalkflowDefination 就是说这个东西 它是Round-time产生的一个Type-P 那这个东西 就会有一个前代问题 如果用户一直在创建 这个WalkflowDefinationID 一直在创建 WalkflowDefinationID 这个系统里面的内存里面 这个指标的维度 就会不断的爆炸 就会不断的爆炸 然后如果你不会 不去定期侵入它的话 它就会造成一些性质方面 这个问题 我们还将我们去 Macrometer社区里 去问了当时 做Macrometer怎么办 首先它不推荐 就是不推荐 如果你的Type-P 它是Bunding 我推荐也是怎么做 其次的话 如果我看我们这种情况 只有一个 一个Round-time 需要出现的这个Type-P 其实可以 但是你要有定期的Vetention机制 要么你就去搞一个Face Schedule 定期去做一些清理的回收 要么你就 我们现在做的方式是 这个删除工作的榜定 就是如果删除工作 我们会把一些 弄开开的一些 像是Macricks 这个山脚 当然如果你们在生产还用的时候 工作人确实特别的稳重 要小心一点 最好还是要搞一个定期的 这个Schedule去做这个 最后 最后一个就是 这块Fode 可以做的事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提供更多的 多样化的可配置的Registry 因为现在我们是用的默认 这个Global Registry 然后它会转换成 这个普通米修斯的格式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产需求 大部分人的这个 基本上都是用的普通米修斯 或者大部分人的这个格式 都可以从普通米修斯接种 当然如果有些 开除以后会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比如他想介绍 StatsD 或者InfluxDB 这种里面 那对于这种场景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提供更多的认识区 然后其他的 第二点 就是增加更加分构的资料 业务资料 然后把一些现成的 可能有些连加的资料去完善 最后就是感谢所有 为这个功能做出贡献的 这是Ramp 就是我这个没有其东西 是以往外面的一些资料 我就是Ramp Meter的官方 就是Ramp 最后感谢大家 然后这是我的微信 第一 这个是我的Data管理 大家在这块 如果有问题的话 欢迎给我提议 谢谢 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高老师 老师你好 就是 您刚刚讲的就是 Rodys相关的那个指标监控的问题 就是我有个问题 就是因为您一直在做这个监控 我有个问题就是 因为Worker的话 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参数 是它的对裂的长度 就是如果 如果就是负载过高的话 就是 Monster就会把这部 调动到给Worker来执行 此时就会生成一个实例了 就是我想问的是 就是在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就是机器上 这个Worker的那个 现成数设置 到底多大比较合适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是一个生产感的问题 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因为它 Dobby Scheduler 是一个大数据的调度系统 那你在提交的时候 肯定是提不了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大数据的任务 然后每个大数据的任务 在提交的时候 它的这个Gateway 它对内存的消耗都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 要针对你的业务场景 比如说压策 对各种各样的 你们常用的任务类型 或者去做任务的压策 去得到一个合理的事 根据你的机器的这个规定 对 因为我们的任务 大部分都是提到亚人 其实本地的就是 Worbit 铁点 它自身的话 其实更多是 等待亚人任务之后 执行成功了 所以说它本身 就是在正常的执行过程中 应该是它 不会消耗太多的 本地的内存 那你比较就是 它是一个 要不让我们说 一部提交用 就是Lust提交的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来给你一个精确的 就是装置体提交的时候 去这个metrics里去观测 它的那个状态 就是你可以看到 你在提出到多少任务数的时候 它的metrics 它的那个valuable memory 要突破你的一键 这个时候 就会作为一个share score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是你在提交任务的时候 在这个上面去 监办或者 那个hip信息打 看一下那个节点上的 这个内存的状态 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出 你每个任务都消耗了多少的 节点内存 价值你算全 算全的 所以说 就像您说的 所以说这个线程的数量 其实这个上限 其实取决于 CPU跟内存 它其实最重要的消耗 对 CPU和内存 当然也有任务本身 如果任务都是一些逆不其交的 那你可以调整 如果你有些人很爱 你可能要跑 还有CLA 你可能要跑School 那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那那你就是这样的 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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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